科見指,七情償免老朋友動畫角色講科學 我們經常說七情償免,究竟七情是什麽 不是說我們喜怒開樂會百感交集嗎? 人類的情緒,就真是得七種這麽少嗎? 在傳統中國文化裏,七情有喜、慕、哀、句、愛、惡、欲 出自三字經、之說 而中醫中亦流傳著七情之病和內傷七情的講法 指出情緒可傷及五臟兒之病 清代醫書醫純性易有魂,喜怒又思悲恐驚 人人動有自警中醫認為,讓這七情放任不管 能直接損傷內臟至起血失調 又記得在金融小說的七相權譜 練拳可傷及至身五臟和精、血 所以金無師王練拳才會一練七相 七者皆相練拳練不好或許會傷身 但情緒管理不好,身心受損 可自癲、狂、閒等症就的確有根據 在中醫裡則是所謂的情之病 西方七情融入動畫情緒以人先鳴逼真 後來西方也有七情之說,主要出自著名 性心理學博士保羅艾克曼 Paul Ekman他把人的情緒 氛圍為喜悅、悲傷、悲傷、憤怒、 厭惡、恐懼、恐懼、驚訝和輕視 Contempt他甚至制定了面部編碼 簡稱Facts、條婚女式人類微細表情 成為當中的權威早前美國開畫票房大修的電影動畫Inside Out 講義,玩轉老朋友,為求效果迫真 導演在拍攝前就破格球教於艾克曼博士 在女孩腦袋裡創造了五位代表五種情緒的角色故事講述小女孩來利 隨父母搬家到新的環境後因為不能適應種種的變化 頓敢失意和挫敗,動畫就透過他腦袋五種情緒的角色 來代表他心裡的喜怒由於恐懼和驚訝的表情相近 電影《鐵除驚訝的情緒》 讓腦女那些角色更為鮮明,大概輕時跟厭惡也十分相近 所以也不再考慮之列,最後拍板已喜悅、悲傷、憤怒、厭惡和恐懼代表他的五種情緒 並將這些情緒以人化表情顯求生本能萬物情緒歸四類不同情緒為何會觸發不同表情 艾克曼博士解釋者都是人類的求生本能 例如害怕是把眼燈得大大的,或許代表你在審視環境的危機 而厭惡時皺起鼻子能妨礙呼吸,或可避免吸入毒素或病原體 在這個理論最早由進化論的被祖達爾文所暢渡,除了物種起源外 他於1872年發表的另一部具豬人和動物的感情表達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en and animals 就提出了人的基本情緒和面部表情放諸四可而皆準 不因地域和文化的不同而有差異 近年有研究指出,種種的基本情緒,其實可以進一步歸納為四種 譬如剛才說的恐懼和驚訝無論在表情和情感上都十分相近 可以算作一個,而憤怒和厭惡,同樣可以歸納為同另一種 變成喜、慕、悲、恐等四種情緒儘管如此 由心理學家指出,人類複雜的情感表達並非像脆積目般 把幾個基本的情緒加起來就是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心理學教授 蓋爾海曼教授機好喜民專言而同認知心理學 他就解釋人的尷尬、內疚、羞愧這些情感 首先要有一定的認知能力,才能感受到 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的意識而科學家一般相信 自我意識只存在於靈場類動物如猩猩等 難怪人類的情緒,永遠不能將動物那麼單純了參考資料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judgments or faci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 J-Persach cycle,一千九百八十七 Togged,五十三,四,七百一十二七 Emotions revealed, recognizing faces and feelings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life Times Books,二千零三, ISBN 0-8050-7516X